咱们打铁傀儡你要讲究一个技巧 知道吧 要卡他一个高度 我能打到他 他却打不到我 注意了啊 这个高度要等他站着不动的时候 我们在他旁边打起来 让他就是没反应过来 就挨揍了 哎对对对 再来一刀 哇我们这伤害怎么这么高啊 哦呦暴击 优秀加暴击 那我跳下去应该能给他秒了 我觉得 咱们只是说能给他秒 但是没说用几条命是吧 这个我第二条命给他杀了 也可以啊 也可以 这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不是很大 哈哈 哎这有点尴尬啊 做把铁搞吧 做把铁搞 这没白打 铁傀儡一只铁傀儡掉三块铁 对我们刚开始不下矿 非常有帮助 那边好像有一个幸运祭坛 在这里边幸运方块 肯定是占不了什么风透的啊 也就是前期能给我们带来点 不好得的资源 我去 真得了个夏季之星 快看看能不能合成什么宝贝 毕竟这是新版的泰坦 生长血清 怎么变成这样的了 嗯 不过变得非常有意思啊 生长血清 泰坦 克金萝莉 还能做什么 滑稽 极限融螺 建筑权 你看 夏季之星 哎 这夏季之星 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看一下 哦哦 我懂了 那是俩 那是俩夏季之星 咱们抓紧时间下矿嘛 因为我看见有很多的新武器 跟新装备 肯定离矿 肯定是非常近的啊 咱们在矿洞里 应该是能遇到的 你不要找死啊 铁亏类 咱们绕着这个仙人掌打他 他应该是碰不到我 不是隔着一个仙人掌呢 咱们胳膊再长 也有点过分了吧 正好他刷没了 咱们大人不和小孩斗 咱们走 咱们走 咱们从这里直接挖下去 你们觉得咱们会不会挖到什么神奇的矿物呢 我觉得会啊 毕竟是新版泰坦生存 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矿 总得让我遇到点吧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毁灭模式 丹小鬼呢 我怎么挖方块不掉方块啊 啊不会吧 一个铁亏类给我打崩了吗 新版泰坦生存这么猛 我重新进一下 果然是刚才卡了一下啊 卡出我刚才打铁亏类那里了 然后又挖到这里了 这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新鲜的矿物啊 Pick矿兄弟们 Pick Pick不是猪吗 这猪做出来的东西 哎哟 攻击力四是吧 我看一下我铁钩 铁钩也是四 那这相当于铁钩一样的硬度了 可以啊 不弱 再看这个呢 这什么 不认识啊 我这个 直视面太浅薄了 太浅薄了 看来他能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 可以做一个混合定 好像 这混合定是 那就是比铁钩 稍微厉害一点 也没什么意义 这种东西就不用再多挖了啊 这个一下挖了一组 什么破烂啊 哦 古铜 泰坦的老矿了 可以扔了 古铜矿 那种矿对于我们来讲 那简直就是 没有任何价值 古铅好像我记得也是 泰坦原本就有的 跟铁差不多品质 也不用要 普通铁矿 咱也不要 哎呦的妈呀 吓死我了 这什么 哇 这个矿一看就非常的高端 让我们先挖一下 哦 是煤炭 哇塞 哇塞 专门做火把的是吧 这一个能做六根火把 比煤矿 爽爽爽 嗯 那边有X光 不过我们现在过不去 先把这边的矿挖了 兄弟们 呀 这有普通的煤 这边还有超级红石 咱也可以挖一点 这算是掉进一个大峡谷了 是吧 咱们这也算是 运气非常好了 还有没有刚才那个 发光发亮的矿啊 在哪里在哪里 我拿那个做火把 一个六块 哦这呢这呢 我这个矿太好 这个矿 捡起来 哎我垫高高 你烫不着 这矿 骨签就扔了吧 这个屁一个矿 留一下 万一它跟别的矿 能进行一个组合 而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 哦哦兄弟们 这边也有X光 挖三X光 那一会儿先给自己做个X光稿 X光稿 这边还有没有 注意啊 咱们一定要细心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 没见过的矿石 没见过的矿石 都得给它挖下来 这里边装备好得不得了 我跟你们讲 你看啊 你看看这 这生命之家的 这这这攻击力 哎呀 都是挖出来的 哎那边什么 好看见个蓝色 好吧 那咱们去那边挖X光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